我们的独家消息要带你们来关心的是高雄气暴事件之后呢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家庭 也就是在灾区的这家拉面店的老板 在事发当时他跪了下来求成局 他告诉成局说我的快乐都没有了 当时这样的情景让好多人鼻酸 而案发到现在呢这拉面店老板说 他还不敢告诉高龄90岁的父亲事情是这样子的 到现在呢他也不敢走进充满爱奇身影的厨房 不过他坚持还是要留下拉面店 他说店在就好像妻儿也还在 局姐你要帮我 我们没有背景 我们只是真的没有靠山 悲痛下跪他是拉面店王老板 高雄气暴当天妻子和儿子不幸罹难 原本甜蜜的家庭在气暴那夜痛心破碎 当时一句我的快乐没有了 历经气暴后的两个月内心的伤痕还没抚平 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 悲痛的心不及抚平 原本打算关掉妻子开的拉面店 但在网友和民众的鼓励之下 王老板勇敢站起来 只为了留下关于妻子的所有一切 我不敢走进那家店 因为很多回忆 可是我又想 我走进老婆的房间 和孩子的房间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只要拉面店还在 就像妻子和儿子还在一旁 没有单起煮拉面的工作 但却把机会让给了店内员工 提供投资金 让员工发挥 就只想把老婆的专业留下来 也被让员工的生计 烙人担心 对四个员工都好 君子有成人之美 你又何必不做呢 高雄起爆后 已经快满两个月 但失去爱情与儿子的痛 怎能抚平 直到现在 王老板还是不敢让高龄92岁的王爸爸知道 媳妇和孙子都没了 我爸爸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看我岳母 她都快昏了 我也让她想要 让她快快乐乐就好了 原本计划 拉面店五年约满 带着老婆游山玩水的愿望 已经无法完成 21年的夫妻情 如今只能追忆 为了大儿子 王老板用力的从背痛中慢慢醒来 而拉面店也已经重新开张 受诸对爱妻的最后承诺 只想让爱妻的手艺能够永远留下来 记者马一问王玉成 高雄报道